Hi 大家好 這個短片是教大家認識電腦鍵盤和怎樣使用鍵盤 市面上有很多種鍵盤設計 大家一起看看其中幾款 最普遍的鍵盤設計是黑色的 長方形有條電線把鍵盤和主機連在一起 設計是非常簡單 之後為了方便用者 有些設計是無線的 後來出現了一些白色的鍵盤 為了令用者在使用鍵盤時感覺舒服一些 設計延伸了一個軟墊來托住手掌 再進一步令用者在使用鍵盤時更舒適自然 字母和其他鍵都相對地鋪排成流線型 雖然有這麼多種設計 每個鍵盤主要都是分開三個部份 第一就是功能鍵、數字、英文字母、標點符號和一些特別的鍵 第二就是方向或移動鍵 第三種就是數字鍵盤 好,現在讓我解釋一下一些重要的鍵盤 首先就是escape 譬如在寫電腦程式時要取消還未執行的指令時 就可以用它來取消指令 第二個例子就是用電腦時輸入錯誤資料 並且重新再輸入正確的資料 功能鍵 function keys f1到f12 我們平時會很少用到這些鍵 我會在另一個短片介紹這些功能鍵 數字、標點符號、numbers and punctuation marks 大多數鍵盤都有兩組的數字鍵 一組就在鍵盤上面 通常在功能鍵底下 數字就是一字排開 一排每一個數字鍵 除了有一個數字之外 每一個鍵上面都有標點符號 另一組是在最右手邊 數字排成好像九宮格那樣 這個排列設計方便一些用者 需要經常輸入數字或者做計數用 數字排列也附有一些計數有關的符號 例如加、減、乘、除、小數點等等 就好像一個小型計數機一樣 英文字母 這個部分是我們最經常用的鍵 而16個字母分佈在三行 它們不是順著ABC的次序來排位的 當我們一開電腦的時候 它們是預先設定為世界 Tab 通常我們是在填社網上表格的時候用到Tab 來方便我們把鼠標 跳到下一個目標上面 Caps Lock 大細階鍵 按一下Caps Lock 它會把現有世界的設定 改為大階設定 我們就可以輸入大階字母 直到我們再按它一下 大階的設定就會轉為世界 Shift 轉移 除了剛才Caps Lock 這個鍵也可以把世界設定 改為大階設定 方法就是我們要用一隻手指 把Shift一直按住 用另一隻手指按住目標鍵 在目標相對的字母或者符號輸入之後 兩隻手指就可以放開了 鍵盤上面有很多個鍵 都是印有上面和下面兩行的 譬如一直排的數字鍵 每一個數字上面都有一個標點符號 我們也可以用Shift 來輸入上面的符號 鍵盤上面有一個鍵 CTRL Control Control通常用在快速鍵上面 即是short cut 我會在另一個短片裡 介紹怎樣用視窗的快速鍵 ALT alternate 我們很少用到這個鍵 有時候會用這個鍵在快速鍵上面 即short cut 視窗鍵 Windows 用它可以來開啟start menu 它也是用在一些特別功能鍵 或者short cut鍵上面 Space bar 用這個鍵來輸入一個空格 Best space 刪除前面一個字或者一個字母 Enter 用這個鍵去下一行 或者用它來確定一個指令 這一組鍵是包括 Insert 插入 Delete 刪除 Home 起點 End 終點 Page up 上一頁 Page down 下一頁 方向鍵 用這些鍵來上下 下 左右 移動鼠標 即是Cursor OK 主要的鍵都做了很簡單的介紹 一個鍵盤有這麼多個鍵 但我們只有十隻手指 那怎樣入手呢? 首先我們以字母G和H為中心點 將鍵盤圓著虛線分成兩邊 左手負責虛線左邊的鍵 如果你是習慣用左手來控制老鼠的 左手就控制老鼠 右手負負責虛線右邊的鍵 相對於如果你習慣用右手來控制老鼠 右手負責老鼠的 英文字母有三項 我們的手指會駐手在中間那一項的字母 相對於ASDFGHJKL分號 大部分的鍵盤設計都在字母F和字母J 做一個記號 以方便我們很快識別兩個鍵 並且很快很準確地放好其他手指 現在看看你的鍵盤 字母F和字母J 這兩個鍵是否有一個突出來的記號 當你兩隻食指找到F和J的位置之後 左右兩隻手的其他手指就順勢擺好了 兩隻手指弓就負責Spacebar 好,現在讓我們看看其他的鍵 Tap 前面已經提過這個鍵 通常用這個鍵在填寫網上表格的時候 來方便我們把鼠標 跳到下一個目標上面 我會用Google網上問卷表格 來示範Tap的功能 在這個表格上面 當你第一次按Tap 它就會去到Untitled Form那裡 再按一次Tap 它就會去到Form Description 如果再按一次Tap 它就會去到Untitled Question Tap的跳動次序是由程式控制的 Caps Lock 在用這個鍵前 我們要看看大街鎖的燈是否沒有著 這個燈通常是在鍵盤的右上角 如果燈是沒有著著 代表接下來輸入的字母都是小街 相反如果燈是有著著 代表接下來輸入的字母都是大街 所以將這個鍵按一下 它就會開或關大街鎖 當我們要輸入密碼的時候 特別要小心大街鎖有沒有著著呢 Shift 通常一個鍵盤是有兩個Shift鍵 左邊一個、右邊一個 當我們需要輸入不是很多大街字母的時候 可以用到它 或者我們要輸入上排的標點符號的時候 也可以用到Shift 譬如我們要輸入一個人名 Paul 第一個字母是大街P 其他的字母都是世界 那我們可以用左手的一隻手指 按住左邊的Shift 再用右手一隻手指按一下字母P 因為其他的字母A、U、L都是世界 現在我們就可以把左手的手指鬆開 再繼續輸入其他的字母A、U、L 讓我總結一下Shift和CapsLock主要的分別 當你要輸入很多大街字母的時候 CapsLock可以提供一個快字的方法 它只需要按一下來開或者關大家的設定 相對於Shift 它是適用於輸入少量的大街字母 或者上排的標點符號的時候用 它是需要你用一隻手指一直按住Shift鍵 而另外一隻手的手指按住目標鍵 數字、標點符號 如果我們要輸入數字的時候 通常鍵盤都有兩個選擇 第一個選擇 數字是一直線排在英文字母的上面 這一排的數字鍵 每一個的上面都有個標點符號 譬如一上面有個感嘆號 而上面有個add符號 當我們要輸入數字的時候 只需要用一隻手指按一下數字鍵就可以了 如果我們要輸入上面的標點符號的時候 你的左手或者右手 要一直按住Shift鍵 用另一隻手的手指按相對的數字鍵 Ctrl、CTRL 用Ctrl來配合其他的鍵來執行一些快速的功能 也就是Shortcut 譬如Ctrl、C是複製 Ctrl、V是黏貼 Backspace 用Backspace來刪除鼠標 即是Cursor前面的字或者字母 Delete D-E-L 用Delete 刪除鼠標 即Cursor後面的字或者字母 Home 無論鼠標或者Cursor在哪裏 按這個Home鍵 就會把鼠標移到同一行的最開始的位置 End 無論鼠標也就是Cursor在哪裏 按這個End鍵 然後鼠標就會去到同一行的最後那裏 Direction Keys Page Up 去到前一頁 Page Down 去到下一頁 Arrow Keys 箭咀鍵 我們可以用這些鍵來控制鼠標 即Cursor 向上、向下、向左、向右移動 Numpad 這個短片曾經講解過它的用途 數字就排成好像一個狗公格一樣 用這些數字鍵之前 我們要先確認一下數字鎖的燈是否著著 數字鎖的燈通常是在鍵盤的右上角 也是在字母鎖的燈的附近 數字鍵盤也提供一些計數有關的符號 比如加、減、乘、除、小數點 就好像一個小型的計數機一樣 來方便一些用者需要經常輸入數字 或者數學程式用的 好,我們已經大概了解了鍵盤的功能 以及怎樣用鍵盤 接著我會講一下鍵盤基本的保養 每一個鍵盤裡都有一塊電路板 這一塊電路板的責任更大 它負責將我們輸入的鍵 經過翻譯之後再傳給電腦 所以如果電路板被層粒或細微的垃圾遮住了 它就不能傳達我們輸入的資料給電路了 如果我們按一個鍵很多次 但鍵盤都好像沒什麼反應的時候 就很有可能是因為這個原因了 首先我們要確定一下鍵盤是沒有連著任何電源 或者沒有連著主機 然後就用一塊微濕的布 或者微濕的紙手巾 來抹一下鍵盤 小心地抹 千萬不要用含有酒精的清潔液來清潔 不然它就會將鍵盤的印字融化了 如果你是有噴氣的毛毛數 也可以用它來噴走紙手巾的小微粒 如果你是沒有的數也不大問題 我們可以將鍵盤反轉 倒轉 即是將鍵盤騰空面向桌面 將鍵盤輕輕地搖幾下 將紙手巾的小微粒搖出來 多謝各位收看 希望這個短片對你是有用的 如果你喜歡這個短片 記得按個讚給我 還有按下紅色訂閱鍵 來訂閱我的頻道 按下小鈴鐺 當我有新的短片出的時候 你就第一時間可以收到通知了 OK 下次再見 Bye